实例3,LiteTools三维物体操作 这个选项是我们使用LiteTools软件的时候 对三维实体当中物体进行旋转、移动、塑方的基本操作 鼠标的左键,选择点击菜单等 和其他的Windows程序一样 鼠标的右键,可以点击右键打开选中对象的属性菜单 右击拖动将旋转3D图形 例如,在这个窗口当中 点击鼠标右键 拖动过程当中,物体可以进行旋转 这是基本操作的第一项,鼠标右键 第二项,右击按住不放 同时按下键盘上的Ctrl键 上下拖动可以实现塑放3D图形 这个功能和操作等同于鼠标滑轮的上下拖动的动作 按住鼠标右键 再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当鼠标在窗口当中移动的时候 系统可以实现大小的塑放 这样一个塑放过程仅仅是显示窗口 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滑轮的动作 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右击鼠标 同时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可以对三维图形当中的显示窗口进行平移 按下鼠标右键 再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我们可以对三维窗口当中的物体进行平移 同时查看选项当中 配合使用的 还有显示窗口当中 上面的栏位当中的几个按钮 放大缩小 放大固定尺寸的选择对象的物体 让物体适应窗口 一代表一个窗口当中显示物体 四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不同的窗口 来显示和选择物体 下面的鼠标所看到的三个按钮 分别可以对物体进行不同平面的显示 第一个 数值向上 x 方向从左向右 z 方向从左向右 x 方向右向右向右 这是我们的坐标系 那么以上的功能 就实现了在同一个窗口当中 灵活的显示方式 另外 在三维图形当中 如果需要选中物体 或者选中对应物体的某一个表面 我们可以采用左侧下拉列表当中的分量进行选择 如果需要选择整个物体 我们只需要在物体的最顶级进行选择 如果选择物体当中的某一个面 例如 立方体当中有六个表面 六个表面 对应的表面会在列表当中分别显示出 我们只需用鼠标点击选择 即可